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讲到这样的传说 这到底从何而来 据说是一个叫林半仙的地理师 就是他动的手脚 所以让整个林园灾祸连连死伤不断 但是怪了 他为什么要搞这些手段呢 难道他是大恶人吗 可是偏偏在当地有很多人跳出来说 这个林半仙他明明就是一个大好人 到处帮人点穴开运甚至行侠仗义 为什么这个说法会差这么多呢 这个神秘的林半仙 他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万仙啊 万仙啊 快点 万仙啊 我就知道你回来 你就会去我家了 万仙 你看 气定神闲 神迹妙算 电视剧里的林半仙 总是能运筹帷幄 替村民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在堪瑜界享誉盛名 但是事实上这套人物真实存在吗 他 最后的地方就是 他也 敢捏两枚 看两枚 最重要就是要可以 要可以找到油料 要把它钉刷 要把这个枚捎起来 所以他有很多呼唤 就是林半仙的另外一个工夫 对高雄林圆人来说 林半仙就像是個S級的傳說人物 但為什麼對他又愛有恨 就得從清代時期說起 相傳林半仙本名叫林鎮 從大陸奉命來台至桑 當任務結束要返航時 他卻拒絕上船 林半仙留在林園之後 舉目五輕 卻感受到台灣滿滿的人情味 他就是來到清水淹那個地方的時候 剛才看到有農民在那裡做工作 在那裡吃飯 他去人家出飯吃 因為他就沒飯人吃了 那些人改善良就給他吃飯 說到說都要優水啦 他們做農民最煩惱的就是水不夠 無水可用 讓當地農民很是憂慮 據說為了感念正飯之恩 林半仙大顯神威 他們是鑽狗 他們現在刨一隻七七鹹 所以他就是跟他說 當時… 我把你炒下去之後 水會流出來 你們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要水得流得流得流 林半仙拔箭開拳 解決農民的困擾 甚至還指點當地人風水 讓林園百夜興旺 搭…搭檬箭喔 這樣 有沒有 關關兩邊 所以那個時候早期 兩三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是很好的地理風水 在南部 高雄這裡 是一個早期的 發展起來的都市 從此之後 林半仙在林園備受禮遇 關於他的各種 走路有風的事蹟 越來越多 拿著羅盤若有所思 風水師陳啟泉 號稱是林半仙 託夢傳授的迪傳弟子 談到師父的事蹟 他如數假針 林半仙就是班求林本園 他的路線 以前是這個說 這隻四腳魚 四腳魚就是青蛙 林半仙跟他搭訕 做他的作夢 做到龍頭的這裡 眺望大海景色優美 陳啟泉說 這裡是板橋林家發跡的起源 之後的時候 林半仙說你要是拔不去 他跑去台客 台客掛給他 就是林家的土地座 如果在建築 都會漏跪 沒人騎 他說 不然我你要帶來看看 結果帶來的時候 躺到旁邊的時候 又有這麼爬要來 白馬入夢所謂何來 他就說 剛才那個人 你們這個 這裡的金魚十步 就是要守護他 我在那裡很久了 在那裡發現 一些金跟銀子 說把插去 把他抹起來 然後就開始發展 發展 然後帶他半球去 這有多神奇 關於林半仙 點風水的傳說 不生美舉 最經典的目過於金面盤穴 這是麵桑機 他整個由我來做 運一個 那是麵桑 會放這樣 所以就金門盤 所以他拿著 告訴他 他買到裡面 就 想說 請他在那裡大 這一座墓園 相傳是林半仙得意之作 據說他點了金面盤穴之後 眼睛就瞎了 廖家答應他 公養一輩子 不過有一天 兩個人的關係 突然生變 種的魚肉 煮給林半仙吃 是大家怎麼說 他說 你吃得很難的 那魚肉就是沒了 他都收起來 林半仙最愛吃的就是羊肉 廖家仁竟敢用這道美食 戲弄他 讓他因此懷恨在心 打算報復反擊 他說這個風趣有問題 要給他看 他說你看看 有的 白鶴在那裡 這魚肉 他說 這個 還要搖到那裡做 做的時候 做到七夕的 白鶴杯水 白鶴打哪來的 沒有人知道 但自從棺木被打開 重新下葬之後 廖家運勢竟然開始走下坡 本來他是可以出七的禁酒 結果又被人家出來了 他只合一個腳回去 都變成出七的腳禁酒 這是巧合嗎 類似的故事還不僅如此 這裡是林圓的蔣家宗詞 傳說中蔣家祖輩也跟林半仙 有一段恩怨糾葛 他這是一個地下 蓋館的蓮子 但是他的氣 比較濕 比較濕 像海森 海森就是第一次熟水 來這裡的時候 叫他們 做一個豬肉 你如果什麼豬肉來吃 都會比較大隻 你如果拍不到豬肉來吃 也會大隻 什麼豬都養得火的林穴 有這麼神奇嗎 陳其全說 蔣家祖挫前的這片空地 就是林半仙指點的低調壁 這裡曾是一大片豬舍 蔣家祖輩也因此發大財 沒有想到發達之後 進對林半仙不理不睬 小明天的林半仙還來 都沒想到他 拿了一些鎖魚給他 我怎麼做 沒想到他 他就給他 他看他剛才放豬肉出來 他就說 你這樣放不出來 你整個豬肉 那兩隻豬肉 看他 把它蓋掉 霧姓林半仙的話 這一拆不得了 以前就是 有家材人的天職符 豬肉就是要 收他的氣 豬肉的麵氣 蓋掉之後 我蓋掉就蓋掉 蓋掉就蓋掉 蓋掉就蓋掉 蓋掉就蓋掉了 真的BBQ了 相傳講家的養豬事業 從此一落千丈 得不償失 因為林半仙這個人 他就是 其實古早的人 就是都為了過生化 你今天把尊重 他也會開心 他也會開心 最好的心 他就把你減一個好地理給你 再次點個 一招 他也會開心 可以 放棄 我覺得 很久 我也怎麼看 可能我睡觉 但其實他們就也不聽 別人 把她的出生 做得好 他就是 那時候 她就一個方轉 人家說他六十四很怕人騎台 在這個公宿這個山車路這裡 這個三叉路口 算是林園的鬧區 相傳就是林半仙 金口指點的扁丹穴 才能如此活絡 當仇家聽到他的遺言 也不疑有他 他就是用我們頭髮 那些人當作說真的好 抓來騎台的台湯 這個家庭那個 真的把他的刮叉 種他這個掌公銅像 這樣把它插下去 插下去的時候 這兩支就要變成兩支刀刀 就是那個山 刀刀是沒有一支山 中間那個剪刀 剪刀或中間那個孫子 所以就要變刀刀 就要啟動 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動作 扁丹穴立馬變成剪刀剎 糟了 據說此後當地瘟疫橫行 死傷無數 有 翁姓很多人 要問我們公營的翁公 翁後二萬歲 來把它處理 翁後再用這個訂貼 最早的訂貼是 我們的孫中山 半身的訂貼而已 到後還有這個 總統的檔心 我們再用總統的檔心 來把它訂貼 時至今日 先總統蔣中正的銅像 還在此處立者 因為林元仁順先相信 唯有重量級的名人 才能鎮住林半仙的詛咒 這個營就是在訂這個家庭 這個營的營 從此 這個人開始沒有什麼瘟疫 百姓安居樂業 是這樣 易中易邪的林半仙 有一派說他是虛構人物 也有人堅稱真有其人 甚至被立廟供奉 無論如何 這個名號早已升值林元仁的心中 也讓這個工業城市 多了一抹傳奇色彩 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 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很短短 您的家就只有 最實質的鼓勵跟志祺 啊 不堅放話題 趕快動手 加入我們的會員吧